距离《奔跑吧兄弟》第五季收官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而关于《奔跑吧》第六季邀请嘉宾的猜测 一直都是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最近便传出了新近知名的女演员乔欧欣将会担任起《奔跑版》第六季的嘉宾 这也让很多网友高呼不能接手 乔欣凭借在《欢乐送》中饰演了关聚儿一角而开始走红 最终的关聚儿是以一副乖乖女的形象示人 而在现实中乔欣却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富二代 这也让她的有些举动受到了网友的争议 在一档真人秀节目组 乔欣把消防服穿成了漏尖装 而网友也纷纷指责乔欣这种行为太不礼貌 太不懂得尊重了 虽然事后乔欣也发微博道歉 但很多网友确实不太领情 而在一次采访中乔欣被问到 有网友质疑你的双眼皮是割的 你怎么看 而乔欣也直接回复道 他可能是瞎吧 虽然乔欣这种知性子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但在娱乐圈发展 还是要多学学怎么说话比较好